警方衝進網咖 將嫌犯壓制逮捕 包包內被搜出美工刀 原來他就是持刀搶劫美容師的 誠信嫌犯 上個月三十一號 他持刀抵住美容師的脖子 逼他交出錢 逃了兩天 終於落網 滿懷悔意邊走邊道歉 陳信嫌犯是一名刺青師 日前收到美容店的網路優惠券 才預謀下手 結果搶劫失敗 他先逃到西門町的日足套房 再躲到精湛的網咖 後續是被依恐嚇取財罪送辦 陳信嫌犯過去就有竊刀和傷害前科 被關了三年多 沒想到出獄一個禮拜依舊沒學乖 還變本加厲持刀恐嚇 恐怕這回又得進監獄 好好反省 3D新聞陳一祥 林一鈞 台北從報道